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300点的关卡 下跌63点 8313点 量能还是相对的萎靡不振 就来到654亿 好我们立刻来看到是在刚刚最新公布的 外在期货里头的多空单变化 空单增加了1585口 还是持续在放空的 这个是外资态度喔 在这礼拜面临到结算的行情部分 是不是还是相对保守一些 空单加起来应该接近7000口了 有7000口了 所以外资是在追空 可是你说也没有 因为这个结仓时间点马上要到了 这个结仓网的动作应该是会比较明朗一点 那么我跟大家提到过说 台子期的一个时间波的点 是每个月不管是台子期或者是摩根的结仓 它是一个重要时间波转折点 这一次这个结仓尤其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联准会的利率会议也在同一个时间左右 所以这个 你说会有大行情吗 我看大概国际股市也不尽然 未来这两三天 市场上对于这个QE要不要退偿啊 其实这已经很久了 从九月份八九月份 就一直玩到现在 到底退不退啊 这个已经有点重缩分营了 我相信没关系 反正我最关心是12月13号 他们两档协商过后 我认为会有原液效应 就算再怎么差 这几天整理一下 下半周行情应该就会慢慢浮现了 那么拉回啊 如果你要做多的话 当然就是拉回早买点 不过还是强调 我们这边讲很久了 指数跟个股啊 它是要分开的 个股我们现在还在选股做多啦 我个股我现在不做空 但是指数的话 你还是要顺着试做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分开我们来看指数 指数的方向是在偏空的 已经跟大家讲是在偏空的 那么在三天前啊 四天前就这个样子了 我们待会看就知道了 好 今天还是空方惯性 很可惜 今天在十一点半是拉回的 所以今天注定是要收低的 很可惜 今天是开盘是属于两点低盘 两点低盘的盘 事实际上是有机会收高流下引线 两点低盘 所以一般来讲 所以我说股票上没有百分之一百 应该是一关过一关来做 两点低盘 十点过后会反弹 有没有看到 十点过后就开始反弹 反弹没有力道 你自己看嘛 那来到十一点半更是 更是来到一路走低啊 所以这个地方已经注定说 今天尾盘是不会收高的 这个难度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也跟大家讲说 这个属于空方 空方控盘 空方控盘 那么在指数的这个架构的话 我们就很明显了 事实上从几天之前 我把它调过来看一下 从几天之前 应该是从这个 这个几月几号 我看 这个是在八四八千四百多点 八千四百五十八点的位置的时候 指数就已经出现空方了 八千四百多点 来看一下 一路走跌 本来这个地方有机会 有机会做反转 没想到是一路走跌 一路走跌 所以指数这一块 事实上说多不多 也是跌了一大段下来了 也是跌了一大段下来了 这个观念问题 观念要把它弄得很清楚 好 那么空方 你就维持空头吧 不过指数 个股是挑多做的 指数目前还是在偏空的架构 那么我说过 这可能明显两天 也不会有什么大的行情 你看美国股市 也都在等QE的架构嘛 所以大家先稍安物照 不过我认为 按照惯性定律 什么叫转折 特别什么叫转折 这一点你要了解 美国股市的有时候在QE之前 应该说在联储会的利率会议 它固定大概平均每个月都有 但是不是每个月都有 是平均大概每个月都有 那么FED的联储会利率的前期跌下来 反而有助于 因为这个联储会利率会议 大家预告联储会可能会有利空 所以指数就拉回了 反而这个联储会利率会议之后 有机会弹上来 就有点利空出境 这个叫转折 大家熟悉一下 不过我觉得个股是比较重要 我们来看看国际股市现在 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再来讨论一下个股 事实上你要有一套很好的操盘工具 你做股票方便多了 最近很多投资朋友就盘中就来跟我聊天 盘中就来看看我们的工具都不错 我很欢迎投资朋友聊聊天 其实投资理财务者 大家不要说压力很大 做在这个金融市场上操作 就是要平常心 就是要平常心 你老是看到那个 我上海来跟那些吃金花看一看 那不是办法 你老是在看那个什么 常元科今天跌停了 有些新股一下涨停一下跌停 我跟你讲那不是你的菜 你就不要管它了 你把你东西顾好 把应该分析的方向顾好 我说股票市场上就是结构 这个结构 现在市场的结构 一定要IC设计跟 跟所谓的瓶盖股 不然这里不会是多投 你单单叫金融来称是不行的 船长以及有些重要的船长 都已经头部下来了 能涨早就涨了 所以只有瓶盖跟IC设计 当然你自己去挑股票 像待会我们就会介绍了 这个瓶盖股什么样的股票 或者IC设计什么样的股票 现在再转强 道琼也没啥行情 这边震荡 上个礼拜跌了一段时间 跌了两周了 震荡一下 你说道琼真的是大跌吗 16000多点到15700多点 1万点跌个两三百点 你别当真 那个算是合理的回档 合理的回档 那么欧元是在走扁 但是扁的幅度不大 那么黄金震荡 这个黄金基金的部位 跌得很深 大家要小心这一块 美国光外指标率在震荡 BDI散装行印 大涨之后小幅拉回 我认为这是长线多头的 唯一就是要注意恐慌指数 最近慢慢的偷偷的在涨 这个涨 当然反应QE 但是在15上下都还合理 来到20比较会有下跌的几率 因为一般来讲恐慌指数在30以上 不过历经这一年非理性的繁荣 反正这个15 13 12 11都看到了 非理性的繁荣的时候 你这个所谓的我们讲压力就往下掉 这个压力目前全市长是在看20到21 这个叫恐慌指数 那美国的生技股事实上 事实上是在波段走跌的 我认为这是在这个做调整的 这一块是在做调整的 好 这是美国的大概是这样子 其他的这个 韩股跌的倒是比较深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虽然到这个苹果跌的1% 不过也是在550块以上 都属于中多的架构 他过了465就是短多 过了500 这个已经550当然是中多 其他因为也没什么特别的表现 其他各个呢 比较留意要留意就是说最近 你看这个华雅科还是很强 今天这个滑棒店也涨停板 就是因为这个有没有 美光继续涨 TESTA已经足底出来了 注意这一块 最近我们这一块挑的 不是F帽连 挑的是1533的车王店 已经拉了三支涨停了 这是关键我们讲了好几天的车王店 好 那么 这个美国的生技太阳冷 实在是不怎么样 倒是国际的3D列印震荡走高 中国的3D列印也开始在强谈 那个紫光股份 这个中国大会今天跌的七分八素的 那个紫光股份代号是000938 你有空去查一下 三个礼拜涨停 今天又快要涨停板 找盘的时候 所以这个 在这个 这个紫光股份是做什么 做扫描的 3D列印扫描 所以它直接联动什么 是冲钛 你看冲钛 连续两天大涨 在3D列印液均突起 所以要留意这一块 好 那么其他的话 太阳冷这个 预复 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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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